过度一美的多吓人 水果姐正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眼睛却突然不受控制地闭上 还是按压了好几次太阳雪 才终于睁开眼 可见一美过度造成的后果 而年轻时被称为中国娃娃的邵音音 年轻时美貌谁都不遑多让 但还是太贪心 去做了一美 导致如今脸部变形十分严重 整张脸都不规则了 脸上的肉都往下搭了着 被称为小鲜肉收割机的萧亚轩 远处看了身材依旧还是那么好 但近看却发现她的鼻子非常恐怖 看来她也沉迷一美了 韩国女星人奈英在获奖时 情绪激动地落泪 在醒鼻子时 用手捏了一下鼻子 发现鼻子却被捏变形了 所有人都被惊吓到了 海露在红毯上摆好姿势 准备拍张美美的照片 微笑的时候一边嘴角却不受控地向上歪了 吓得她赶紧用扇子挡住失控的嘴角 而曾经让朗朗哭练四年的拱心亮走红毯时 发现她下巴非常尖 眼睛突出苹果肌也高得离谱 朗朗看了恐怕会想彻底忘记那段感情 楼一笑一袭汉服出袭红毯 镜头扫到脸上发现面部肿胀 明明爱情公寓时的她那么天生丽质 偏偏要去做医美 金老佛爷也是倒霉 因为不满足自己的颜值 做了医美后摔了一脚 把刚做好的鼻子直接摔毁 想要恢复以前也不可能 而蔡明老师做医美也很严重 高耸的苹果肌和大眼睛看得让人害怕 就像一个僵硬的芭比娃娃 不仅丢失了年轻时的灵动 连这个年龄有的气质也没了